HELLO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既昨天的收了长下引线的K棒破底翻之后 今天台股维持着一个反弹架构 不过大家比较多人在问的 今天怎么一点过后突然好像脉压很重压下来 不要忘了今天是这个台子期的结算 因为毕竟这一波从国际面的回档修正 外支其实手上墨的多单已经不像过去这么高水位 所以它在拉高的几率也不高 所以有一点点做一点比较刻意性的压盘 刻意性的压盘 因为你看一点过后就开始往下走 所以尾盘的下沙不用太过刻意解读 是不是有人落跑 是不是法人之类的 在看坏股市 因为我觉得结算的成分居多 就是做一个下压的一个动作 好那回到一个内容的一个架构来看 今天上涨的加速我们观看这个上市就有703加 下跌281加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几乎七八成的股票都在涨 好那我们不仅要挑会涨 我认为更要挑是一个中长期续航力强 那从财报面的部分呢 我们看几档个股 好我们先做个解说 有强很强的像游戏股的形象 好那第一季赚了4块多很好 你看股价快来到前高276 这很标准的一个多头强势股 好当然你说 那再去买它吗 我知道它很好 但再去买它好像太贵 好但是我要给可投资人看 就是说 还是有这些强很强的个股 蓄势待发要去重新高 好 你说低基期的有 但是我不敢买它 太阳冷 好 朔和为例啊 它今天涨停 而且是连两天 昨天拉了一根长红棒 今天再拉一根 你不敢买它我也认同 因为我也不敢买 因为你说它手机获利赚钱 真的不错 但是你说第二第三季 还能赚钱吗 我想目前产业能见度 还是比较不明朗 不过它告诉我们什么 财报的黑马股 先前它为什么股价位阶这么低 因为大家都看坏它 你不可能赚钱 它还能很差 只有突然缴出赚钱的成绩单 哇你看那股价就包装不上去 好 我们也要找什么 财报黑马股 我之前分享给各位的这一档 4961的天狱 我觉得也是财报黑马股 它今年首季的获利 比去年同期 大增了480% 去年同期只赚0.1元 同样在今年第一季 它是赚0.52元 足足成长五倍 我说这一波不是法人卖下来的 有人说是不是外资在倒货 为什么天狱的股价最近跌那么深 我说有时候市场总会有一些不理性的卖盘 因为过去一周嘛 哇国际股市崩盘 哇路股美股都在崩 很多人就不明就里卖股票 带你去想 卖出来筹码 外资接走 外资持股水位创高 不是外资卖下来的 跌到昨天低点37块8 外资持股水位创高 那你说它获利成长性这么强 所处的8K产业 是绝对成长 因为这个就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 8K5区 所以以天狱来说 我觉得就是 或许就是一档 在先前被错杀低估的潜力股 所以大概我们从这样逻辑架构 把握住这一波的机会 我说有大跌 有拉回修正整理 我们才有减便宜的时机 你说以天狱来说 这这样进场是不是减便宜 我觉得是啊 获利那么好 营运也不差 产业的一个趋势性地位都有 又是鸿海集团旗下的 驱动IC的这些小建兵的指标股 所以以天狱来说 像这样子的股公司 我们就可以持续追踪关注 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 新的标的路去做进场 所以还没有跟上来的 欢迎各位播打我们的免费咨询专线 0800-615-588 最后头战操作顺利 拜拜 右上角的订阅内容 给他用力地按下去 有什么精彩的分析内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观看到 过去的一个什么记录影片 想要提问 留言区的部分 就是给大家发问的地方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 铃铛一定要记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 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 也订阅一下